当老外说起中文时是怎样的 当老外在中国待久后 他将会有一口流利的散装英语 外国小哥哥在中国做核酸 一开口就是惊艳国粹 当巴基斯坦的小哥哥被问到 有没有去过中国 他的回答简直太秀了 看来是英语外教的小哥 在中国待走了连母语都忘了 老外拍视频给家人看竟然说的是中文 不过这也太像我们在外面旅游时的样子了吧 当外国老丈人向中国女婿学习中国话 我刚和老丈人吃完饭回家录一下 我教了他一句中文的让我教他 爸爸说 再来一遍 当会说中国话的主播连麦时 简直是大型互相吹捧现场 当老外在东北去市场买菜 这一口东北话简直不要太地道啊 一眼呗都年呗了 我早上刚咋一个 虚头挖腦的行不行 这啥老外呢 你这黄瓜不顶挖大刺的 东瓜也不挖白酸的 都不如跟不下来的小白菜玩了都 行 反正我自己压重的 你看看给吧 来多少 一斤白菜一斤挂 简直是再来五块的 可听看往便上说啊 这都给我大个毛铜嘛 这就没错呢